上个月,中美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会晤期间,一致同意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12月21日晚,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震利与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进行视频通话,就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涉军重要共识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取得积极的建设性成果。 下一步,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起,切实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关于具体交往项目,两国防务部门正保持着沟通协调,我们将适时发布信息。